哈喽,麦歌婷姐好介绍,大家下午好 我们现在会开始穿插偶尔一些系列就是开箱这个工厂 如果是身边有些大老板,有工厂要出租或者是出售 或者是你想要创业的一些中小型企业的这些商家 再找这工厂的话,偶尔也可以留意一下 看一下麦歌婷姐的这个直播视频 今天我们带你们来到的这个工厂的话 它是靠近格朗巴达这边,乌鲁普赖的一个D-Hoff Park 这一间工厂,这一个area的话 它的地点非常方便是什么 5分钟可以到格朗巴达的highway Pontia Scuda Highway 10分钟可以到这个Second Link Highway 10分钟可以到Second Link Highway的这个格朗巴达区 然后20分钟可以到我们的Coste Highway 要去四奶机场的话 这一个area开车过去四奶机场 大概25分钟就可以到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环境 这里的话它是有保安围离 有保安围离的一个小型工厂区 这一边工厂的话比较适合什么行业 一些中小型企业家 或者你想要拿来做office 拿来做货仓 汽车维修 或者是机械维修 或者你想要拿来做studio 摄影棚 或者是有一些餐饮的培训中心 或者是要做中央的厨房 做你的烘培的这个中央厨房 或者是做一些养殖业 种花种草 还是养鱼养虾的养殖业 或者是无精业家具 家具业 家私厂都非常适合 OK我们先来参观看一下这一间 这一间今天我们来看的 这一个区的话 我们这边有多间的这个单位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 这一间是在这个Dehoff Park 在Glampata的一间 半独立脚头的产房 OK它这边都是属于中小型工厂 这一间是脚头单位 60x100亿 OK 土地面积的话 这一边 6500-7000多方车 Semi-D 如果你不需要这么大的空间的话 我们的这个田置 田置的这个厂房 Cluster Semi-D 5500方车也是有的 OK Buildout大概都有一个4700方车起 可以看你的使用用途 看你想要的这个土地面积 来做选择 这一边的租金其实也不贵 OK今天我们带你来看的 租金大概是 3500-4500的租金 这一间是脚头的 你可以看到它旁边的地 可以给你做这个 停放你的一些 Lolly或者是你的货车之类的 都有很大的空间 下货也是有很大的空间 如果可以Action 扩建来做货帐 旁边就还有很足够的这个空间 OK我们也来看一下里面的空间 这一边是比较适合一些想要找工厂 可能你觉得店面的租金 平时找一间店面租金都要整三四千块了 可是店面的话可能这个面积也不太足够你用 然后或者要租到去二楼去 要爬上去 做store在二楼也很不方便 所以的话你可以参考一下一些小型的工厂 我们这一间的话 如果是讲它租金 田置物的话中间单位租金在3500 脚头在4000 然后我们这边进来看一下先 我们的semi地的话 租金的话是在4000-4500 这一边的它的sealing还是有24尺高 在我们里面这一边 OK我们这一边大门进来 OK进来看一下非常漂亮的这个厂房空间的 而且这一边两个 两个的这个门都是这种自动的 自动的这个铁门拉上下的 直接是有remove control可以做这个自动调整的 然后我们这一边的这个厂房的最高的这个空间 是到24尺高 电力的话大概是在电力是在150安培 OK电力在150m 这一边OK所以这个高度的这个炒房会比起可能你是出界一些 呃店面也好小型一点的好这个的高度其实很足够你来做一些放置你的货舱或者做一些可能你要吊你的货的话 OK我们去看一下这一整个环境的面积过后也带你去看一下楼上 如果是讲你是要拿来做你的warehouse或者是做你的摄影棚 烘培学院的好或者是你自己的中小型企业 拿来做这个物流管理都好 办公室的话不需要讲是设在里面我们这一边的话 他楼上楼上的话还有一个办公室用途的我们上去看一下 OK现在我们来到我们楼上的空间 这一边就可以给你规划做你的这个办公室的area OKoffice小姐啊或者是老板的办公室都在楼上的这个位置 楼下就是你的厂房啊 我们也给大家看一下这整个的空间面积 OK这一个今天亭姐带你们来的这个地点 他在哪里他在我们Klangbata 乌鲁普赖这一边的D Hoff Park 这是一个有保安围里有保安围里的这个小型工厂区 然后我们这一边的话他不只是有cluster的factory 不只有田字型的厂房 他还有这个半独立市厂房 这一边的租金真的都不贵 OK如果想要创业的朋友 想要找这一个足够面积来做你的网购生意 OK或者做你的这个批发生意的朋友的话 其实这一边的租金只是3500到4500 就可以拥有一个这么大的空间 然后sealing high也非常高 这一边是50层100亿到60层100亿的空间都有 OK依据你想要的这个运用的这个空间可以来做选择 我们手上有多间的单位 然后这边sealing high也是非常高 24尺的高度 电力刚刚我们讲了是150安培 然后这一边的所有这个卷门都是这种自动开的卷门 非常的方便 如果是不管你是想要做的是中央厨房也好 是要做workshop也好 是要做家事长也好 要做网卖的朋友也好 都非常非常的适合 地点的话路线我们也可以再给大家知道一下 这边5分钟可以到我们Glampata Highway 10分钟你可以到sealing highway OK10分钟到sealing highway entry 20分钟可以到我们的Coster Highway OK25分钟可以到Sernay机场 这整个区里面只有14间 三十二间的这个Cluster的厂房 所以的话想要找着 靠近Glampata这一带也好 或者是想要创业 想要或者是你的货物 可能往sealing highway 因为要通往到新加坡这边的话 这个地点都是你一个很好的选择 因为Glampata很少讲有这么新的厂房 都是一些比较旧的 可能一些也太大型了 你只是一个中小型企业的话 这个区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区 可以让一些中小型企业的朋友 很好的来利用这个工厂来创业 这样我们今天的麦歌听解好介绍 介绍厂房系列差不多到这边了 这个也是我们一个新系列 所以如果在看这视频的老板们 或者是看在视频的你们 有在找着工厂店面 或者是你手上有买了工厂店面 找不到租客 或者是想要出售出去的 都可以联系我们 工厂店面麦歌听解 现在也是有开始在做了 有什么问题 打电话来我们上面这个电话号码 或者你可以直接WhatsApp来询问我们 这样子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了 拜拜 在我身后的这一间就是属于田字型厂房 刚刚那一间是半独立厂房 你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大小尺寸上面的不一样 可是里面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格局的话都是属于一样的 你有一点钟 我们先看 可以看 我也跟我